卓西湘登山协会为了强化所有的登山协作 向导的绳索基础能力 以及认识个人保护装备 加强绳索救援的基础概念 以及初级绳索技巧的应用 以及应用于各式灾害抢救的环境 在3月23号到3月27号 一共办理了5天的训练应对 一共有16人参与受训 台湾群山环绕山域面积占了全台的4分之3 而这几年登山活动盛行 组队登山挑战各式山域 更是持下年轻人热门的活动 然而人员受困的山域意外事件时有所闻 搜救工作也相对的重要 卓西湘登山协会 也为了要强化山域意外事故救援极致 以及救援能力 办理了1年5天的救援搜救训练 我们要继续走他们都累了休息 他们其实被重量也没那么重 他们就显他们装备揍 就想说算了 反正都有干粮有泡面 就在那边扎营 课程当中也邀请参与的协作 以及向导们模拟搜救现场 寻找各式各样的线索气味等等 让整个过程相当有趣 看到了不要去剪 所以你的工作可是记录 如果你那个东西比较近 你要拍照也OK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希望 你在你的图上面把它标示出来 你是在哪个地方剪到 看到什么东西 什么线 登山协会为了强化所有的登山协作 向导的绳索基本能力 认识个人保护装备 加强绳索救援技术基本的概念 以及初级绳索技巧应用 以应用在各式灾害抢救的环境 在3月23号到3月27号 5天办理了搜救救援绳索技术的训练 总共有16人来参训 听见高松双主席相采访波动